2克干桂花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 我们提前先做一个糖桂花 洗好装碗中 用开水将它浸泡出味 碗中倒入200毫升温开水 80克白糖 用蛋抽搅至白糖融化 今天我们分享一道桂花糕的做法 搅匀后倒入100克小麦淀粉 150克糯米粉 将它充分搅匀 搅至这样细腻顺滑 无颗粒就可以了 加大约1克刚才泡好的桂花 继续将它搅匀 搅匀就可以了 准备一长方形容器 底部跟四周都杀上一层薄油 再垫上一层硅油纸 把刚才调好的糊倒进来 盖上盖子防止蒸气倒流 冷水上锅 盖上盖子 大火煮开后 反中小火蒸35分钟 趁这个时间 将刚才泡好的桂花 加入两勺蜂蜜嚼 这样我们的糖桂花就做好了 放一旁备用 时间到关火 加出晾凉 冷却之后 我们就可以脱模了 将表面这层硅油纸 先掉 当火上一层保鲜膜 可以防粘 我们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切好将它摆上盘 吃的时候再淋上之前做好的糖桂花 这样我们的桂花膏就做好了 非常的软糯清香 吃一口呢 软软糯糯 口齿呢 还有淡淡的桂花清香 非常的香甜口口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